这一次高雄市议员选举左南选区增加议席议员席次 国民党除了提名现任议员之外 还多提名议席新人 虽然左南选区一向是蓝营大本营 评估可以支撑第五席 但开票的结果却是老将惊险掉车位 让最后一名的陈梅娟议员感到很无奈 但还是感谢选民的支持 我还是感谢说有一万两千个市民这么坚定 不离不弃的来支持我 让我总算能够化险为宜 那不然我最感动的是 这几天真的很多的电话很多的简讯 包括当面很多人甚至抱着我跟我说 他们甚至为了这个开票结果 替我感到难过 不过我想我也很谢谢 大家这么坚定的支持我 让我总算过来 那今天还要可以继续有这个机会为大家服务 凭着扎舌的服务 陈梅娟议员在地方获得好口碑 虽然这一次得票数不尽理想 但还是惊险过关成功连任 他表示还是会鼓起勇气 针对台积电设厂进度等议题持续监督市政 但是我希望这个台积电的政机不要因为选完而就停摆了 我希望你还是要负起责任 负起政治的责任 把你刚当初的证件要兑现 未来会不会缺电缺工缺水 也都是我们现在急需要面对的 至于议长宝座之争 陈梅娟议员指出 虽然民进党有小绿议员支持 但国民党过去和多位五党籍议员都维持良好合作关系 要连任议长宝座也不无可能 推举一个让我们期待能够继续能够跟我们五党联盟来结合的 然后能够把我们的议长这席在议会守住 我们是期待议会跟要有监督的力量 对我们高雄市民才是一个正向 对高雄的发展才是好的 选举结果有输有赢也有排名顺序 但每个市议员的权力和义务都相同 只要持续监督市政做好选民服务 才是下一次连任的基本要件 其他的就交给选民决定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